BioHazard. 遮掩前 5 秒鐘前 BioHazard. 遮掩前 BioHazard. 遮掩前 BioHazard. 遮掩前 You are clear to engage 一個人可以嗎? 最近不知道有什麼遊戲開始的前一兩分鐘 畫面都長這樣啊 超盾 所以隊友在想要不要拍一個人來護送我 我覺得我很需要保護你啊 不過喜歡攻擊方法基本就是一個人要掉過來西邊 然後等 敵人都被我們從東邊平面吸引住的時候呢 就從窗戶殺人 他們先把這幾個一把打破 這會給敵人個壓力 或可以直接爆掉一個人的頭跳 結果來到西邊以後看到這個景象 一堆人不知道為什麼過來這邊 不是說話要從東邊平面進去的嗎 西邊的窗戶被掛著我們來掛這個好了 我們的隊友會從東邊進去 這會把東邊岩趕走 不然平常吊掛這個窗戶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要撞了窗戶會把炸彈弄壞了Bug 我們沒有要吊掛這很久 等一下最快的速度趕快進去消失去面 這頂樓是不是 我們現在考慮要把直接飛進去算了 裡面沒有人 當然我們還是需要偵查 不過有人先飛進去 然後把我們再關進去 好吧有人了 因為我剛剛被標了 敵人棄手教室很好 但是他沒有把牆壁都封起來了 這可能會有點難出去 我們要偵查 我剛才黑鬍子過來接著他一定要趕快換路 不然我們這裡絕對出不去 我們怕有點時間 我們要找到最後一個敵人在哪裡 可以確認了 我們現在要牽制樓梯上的人 讓他來看我們這邊 然後黑鬍子從另外那邊走廊的門把他幹掉 小心 你也注意被黑鬍子吸引人 換我們前進 對那邊 他可能往下跑 有有有有有 再加一場好了 這場是傳看雙的 這關是餐廳的屬性威脅 上面有些奇怪我們把他碎片 應該是Bendy 但我想不想理他們 我們直接攻點 他聽一個 一個受傷 我只是去幫他們 OK 因為突然倒了兩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防疫缺口 我們可以進去了 可以進去了嗎 兩隻都在跑前置 兩隻都在跑前置 不知道木屋是不是要保全屍 不過我大概可以猜到 敵人應該是在客廳那邊 我們現在廣告就看廚房窗戶 如果能夠把敵人清出 加拿適案廚房的話 這樣設計會整好 另外我們就只需要看左邊